各位听友,大家深夜好 这会儿的时间是晚上的23点45分 在上一集播讲完以后,其实我已经准备休息了 但是播讲完之后,大量的信息短时间之内蜂拥而至 我回复大家的信息 我回复 那么在回复听友们的信息当中 我也看到了很多听友,有着自己不一样的声音 好多听众说了,说金平梅这个书里面 苗青这场官司,听得我憋屈的话 这么坏的一个人,从他身上还能看到闪光点吗 这个金平梅这本书里面,怎么就没有几个包青天的形象呢 我们想在金平梅的书里面 我们想看到敌人节 我们想看到这个青官 那么很多听众也得出了一个结论 说金平梅这本书不是一个好书 那么围绕着大家在收听节目当中 你的一些不同的声音 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探讨 到底什么算是一本好书 听众朋友 你现在也动一下脑子 你来告诉我 到底什么算是一本好书 什么算是一本好书 有人可能会说了 销量高的书 那就是好书 对不对 有很多听众会说这句话吗 我告诉你 所谓销量高的书是好书 那是在商人眼中的概念 这个商人眼中一般认为销量高 这就是好书 我们说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前几年的时候 很多的一些特别年轻的人 写的一些书 当时不管是怎么样的一种文学思维 这些书当时可能比较卖座 书名我就不说了 可能比较是很卖座一些 但是一年过去了 两年过去了 好像就是昙花一现一样 这些书再也进入不了 我们的眼帘了 包括前几年的一些 突如其来的 一页几乎就出了名的作家 你到现在你还能够听到 他的书籍问世吗 你还能够听到 他的那个书籍现在还热卖吗 没有了吧 那些书当年很热卖 那么我们再来看 有很多是吧 这个历朝历代 一些当官的写的书 这些当官的写的书 哎呀 卖的相当的好 我们很多听友说了 说我手里也有 那我告诉你 肯定不是你花钱买的 是你们单位发的吧 那些书也非常的热卖 那么我们说 真的能够以一本书热卖与否 我们就来判定 它是一个好书的标准吗 显然 这个方式呢 去判断 有点太偏面了 所以 小马哥呢 帮助大家来认知一下 究竟一部什么样的书 是一个好书 首先第一点 这个书看过之后 你不会把它扔了吧 金平梅这本书 很多人看过之后 把它珍藏了起来 大家没有把它扔了 第二 什么是一个好书 我们读了又一遍 读了一遍又一遍的书 这叫一个好书 好多听友说了 金平梅这个书 红楼梦这个书 我读了不止两遍了 那我们说 读的还有点少 这两部文学大作 读两遍 太正常了 这是第二一点了 是吧 那么 第三点 什么样的书 是一本好书 就是当你每每阅读 这本书的时候 不同年龄段的你 你受到了不同启发之后 这种感觉 如果这个书 能够给你这种感觉的话 我们讲 它是一个好书 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 不止一次的 给大家讲到过 我说 金平梅这本书 年少不读金平梅 读懂已是书中人 金平梅这本书 你看吧 任何一个年龄段的 听众 你去读 你都会 对自己的生活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第四点 什么算是一个好书 在这本书当中 你能够找到 自己的影子 我们讲 这样的书 是一本好书 在《红楼梦》和金平梅 这两部大作当中 我们听众朋友 几乎就是在 读自己 我跟大家这样来讲 金平梅这本书 我从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之前吧 应该是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读 读到今天 我四十岁了 我读了二十年 金平梅 我读了六遍 好多听众说 六遍也不多呀 人家谁谁谁 读《红楼梦》 人家不是都读几十遍吗 我跟大家讲 小马哥读这个金平梅呢 我不是说泛泛的去看 你知道吗 我是看过之后 每一页每一张 我都会加上自己的这个角柱 我都会加上自己的一些心得 填写进去 直到今天 当我翻看自己大学时代 那时候做的一些笔记 看到自己那个年代的时候 青涩的自己 我的心里 每每产生了很多的涟漪 包括 我看到 我对书中的一些情节的不理解 我当时当年打下的问号 但是当我认到四十岁的时候 当我这次 把金平梅 这部矿式大作 把它播讲出来的时候 我似乎一下子 全都懂了 二十岁的时候 不懂的那些疑问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 在金平梅这本书当中 我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就是和你的年龄有关 和你的生活的阅历有关 所以我说呢 读金平梅 读《红楼梦》 其实就是在读自己的一生 那么我们大家也可以想一想 我说金平梅这本书 是一本好书 为什么这么说 五百年了 金平梅呢 从名万历年间 在或者说应该是在那之前 它就已经出现了 五百年的时间啊 这部书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这种旺盛的生命力 似乎已经说明了什么吧 而且我们再来说 咱们说刁板印刷术 好像很早就已经出现了 到明代的时候 很多的书都已经是印刷的了 但是金平梅这本书呢 很多人因为买不到这个印刷的 而且在以后的日子里呢 它又被弄为了一本禁书 所以很多人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 手抄本 我们各位听友现在用惯了微信 用惯了键盘 很多听众现在甚至用一些这个语音的输入法 你想一想 能够把金平梅啊 一百万字的大书 洋洋洒洒百万字 把它抄写下来 你想想这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在支撑着这个人 而且那个年代 可不是用钢笔写字 可不是用谁写笔写 那是用毛笔在写啊 大家可想而知 这部书如果不好的话 会有人如此费劲的去手抄它吗 不会的 所以我们说金平梅是一部好书 金平梅这部书 在他的书中 但凡说他不好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读过这本书 但凡说金平梅这个书不行 不登大雅之堂 是因为你没有走进这本书当中 我跟大家这样来讲 在小马哥播讲这部金平梅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太多的听友 对这部书呢 给予了相当的一个肯定 我们说不同的声音有 肯定有 任何事物我们都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待 但是二八开网 持不同意见的听友 可能有二成 80%以上的听众 对这部书给予了褒奖 甚至我们有很多的老年听众 执意要让自己家的孙子 要让自己的晚辈去听一听这部书 为什么 因为很多的老年人 跟小马哥就说到了 说小马哥啊 这部书简直就是在讲我自己 如果我年轻的时候 我就看这本金平梅的话 我不至于到老了 我现在混成这个样 所以当我们大家 你当你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 你自己还没有悟出来一点什么 金平梅就是这样 他当年在明代的时候 能够问世 他在明代的时候 能够让众多的文人 默克纷纷的去手抄他 就已经说明 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直到今天 你去问问去 问问你身边的人 你说你听说过金平梅也没有 知道 你看过金平梅也没有 没有 为啥没看过呀 那个书不好 所以不卡 我跟你这么说 为什么人人都知道金平梅 就是因为金平梅 它的名气太大了 你就是现在 你去买金平梅 足本的这个书 大家不是也看到了吗 我给大家推荐了 一个京东的链接 你能买得到吗 总是断货 对不对 好多听众说 小马哥 那个京东上的书又没有了 祖本那个书又没了 没办法 这个书就是 一书难求 洛阳只贵 从这个书如此难求 你就能够明白 这个书 受人追捧 金平梅 当年是四大名著之首 明代四大奇书 其实正是半井四大名著 它就是明代四大奇书 你看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 三本书都是明朝的 为啥四大名著 唯一一本 《红楼梦》是清朝的 你就没想过这个问题吗 《红楼梦》就是 在金平梅成为晋书以后 在清代以后的日子里 把人家金平梅给替换下来了 金平梅是四大名著里的老大 他是排行榜第一的 所以我们讲了这个时代 已经走到今天了 你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还是本着一种 那种老旧的思想 那种非常迂腐的思想 这个书不行 怎么怎么着的 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些东西 它没有给我带来正能量 那我只能说 这位听友 你就是在掩耳盗铃 你眼中的正能量 在你身边出现了吗 你眼中所谓的那种正能量 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化 我们还是要接地气的生活 你在今时今日的这种社会当中 你要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法则 你要直面的是人与人之间 人性的摩擦 而不是生活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下 明白了吧 直到今天 很多人生活在一种童话世界当中 他总是在幻想 我感觉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这个社会不是按照你的思维去改变的 这个社会也不是按照你的思路去发展的 这个社会更不以你的意志为前提 所以太多的听 金平梅的存在 500年间他畅销不衰 就已经说明他道出了人性 他道出了整个社会发展的一种法则和本质 你在这个问题上 你不用去抬杠 你不要说我跟这个思想不敢苟同 不要用这种文兜兜的词 我直接就告诉你了 改变改变自己吧 你记住一点 你没有做到绝对绝对那种高位的时候 你改变不了社会 当我们改变不了社会的时候 请你记住 你要适应社会 如果你还活在一种理想状态当中的话 只能说对你自己 包括对你的家人 包括对你的下一代 都会产生一些 怎么说呢 不理想的这种状态表现 好吧 所以呢 这部金瓶梅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它一定是一部好书 而且呢 现代时代已经改变了 越来越多的人也已经对这部书 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 我们大家呢 做到推陈出新 头脑的思想也做到一个改变就可以了 好了 这个今天晚上的夜深人静的时候 回答一下 广大听友 这个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嗯 还有好多信息 没有给大家回答到 抱歉了 真的是抱歉了 我每天其实最想说的一句抱歉的话 就是大家的信息没有回答到 没办法 太多了 听友们问的问题呢 很多很多 听友们包括甚至连操作方法 微信公众号如何使用都不会 小马哥也给你耐心做到一个解答 如果哪句话 是吧 没有给大家回复到的时候 你多包涵一下 行 那咱今天晚上咱就落到这 行吗 希望大家每天晚上陪小马哥 落五毛钱的 行不 咱哪天这个时间长点 咱落五块钱的 行吗 好了 感谢各位听友 祝各位听友 晚安 咱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啊 啊 知道吗 咱们明天晚上不见不见不说